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祈祷,创造在至万有的天主,求你垂顾我们,只能以整个心灵侍奉你,让我们体会到你慈爱的恩效。 以上所求是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哈利基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亡。 阿们。 首先,我听说你们聚会时,你们中间有分裂的事,我也有几分相信,因为在你们中间,圆免不了分党分派的事。 讨教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人,在你们中显出来,你们聚集在一处,并不是为吃煮的晚餐。 因为你们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晚餐,甚至有的饥饿,有的却醉饱。 难道你们没有家,可以吃喝吗? 或是你们想侵蚀天主的教会,叫那些没有的人修缠吗? 我可给你们说什么,要我称赞你们吗? 在这世上,我绝不称赞。 这是我从主所领受的,我也传授给你们了。 主耶稣在他被交付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 破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 你们因这样行,会纪念我。 晚餐后,就同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次喝,因这样行,会纪念我。 的确,直到主再来,你们每次吃着饼,喝着杯,你们就是宣告主的死亡。 所以,我的弟兄们,当你们聚集吃晚餐时,要彼此等待。 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 答唱有。 上主,牺牲与宿记,以非你所洗,就开了我的耳朵。 全番之记,以及赎罪之记,也以非你所要。 于是我说,你看,我已到来。 你们应宣告主的死亡,直到他再来。 关于我,书卷上已有记载。 我的天主,承行你的旨意,是我喜爱的。 你的法律,长存于我的心怀。 你们应宣告主的死亡,直到他再来。 在圣大的集会中,我宣扬了你的正义。 看,我并没有闭口不言。 上主,你全知悉。 你们应宣告主的死亡,直到他再来。 愿那些寻求你的人,都因你欢欣鼓舞。 愿恋慕你救恩的人,都常说, 伟大的上主。 你们应宣告主的死亡,直到他再来。 福音前欢呼。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 天主尽这样爱了世界, 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 使凡信他的人,获得永生。 阿雷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 功读圣路加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 耶稣向民众讲话以后,就进了哥法翁。 当时,有一个罗马军官所重用的仆人,并重炊威。 那军官听说过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中几个长老, 去请求耶稣来治好他的仆人。 他们来到耶稣面前,恳切地求他说, 这个人地确值得你给他做这事, 因为他爱护我们的人民, 又给我们建筑了会堂。 耶稣就和他们同去。 当他离那家不远的时候,军官请了几个朋友对他说, 主啊,不必劳驾了,因为我当不起你到我室下来, 我也认为不配亲自到你跟前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痊愈, 因为我自己有上司指挥我, 也有部下服从我, 我对这个,你去,那就去。 对那个说,你来,他就来。 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个,他就做。 耶稣听见这些话,就很惊气, 转身对跟随他的群众说, 我告诉你们,即使在以色列, 我也没有见过这样大的信德。 北派去的回到家中, 就发觉那仆人已经痊愈了。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今天的福音的话,真的是给我们 很好的一个教训跟提醒了, 一个外邦人,一个罗马的军官, 他说的话,能成为每天的话, 领受圣提前的一个经文, 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那么说,作为一个罗马军官, 他一方面呢,他还有爱心啊, 家里面一个仆人生病了, 然后他呢,也关心犹太人, 尽管是一个罗马人, 关心犹太人,帮助他们建筑会堂。 这个一个人的话,如果是有善心, 有爱心的话, 可以说就是能够容易的话, 走向信仰, 接受信仰。 然后他跟耶稣的相遇当中啊, 体现出啊, 什么叫信德啊? 他说信德的话, 就是这种勇气啊, 比如说跨越人跟天诸之间的距离, 然后这叫信德。 这一步跨出来是不简单的。 一个罗马军官, 家里人生病了, 请耶稣来。 他很清楚知道耶稣做了很多事情, 耶稣是先知。 可是作为一个外邦人啊, 在犹太人里面是不洁的。 他也知道, 自己的话真的说, 不可能请耶稣到家中来的。 可是呢, 按照一般的惯例的话, 耶稣治病的话, 都是要去跟病人的话要接触, 给他去祈祷俯手, 然后才会治愈的。 从来没有说, 在很远的地方, 然后就可以治愈的, 没有过的。 还有知道这个犹太人的话, 是不能进入一个外邦人的家庭里面, 因为是不洁的。 所以说他就说一句话, 他说, 主啊, 我当父亲的到我家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普通人的话就会痊愈。 这句话的话就体现出这个罗马军官的这个信德, 信德的话, 让他的话能说, 拉近了自己跟天主的关系。 因为他的信德的话, 就是说天主的话, 耶稣的话, 显了一个大奇迹, 让他的仆人的话, 居然没有到他跟前去, 也让他获得了治愈。 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 叫信德的人了, 我们就担心很多事情的话, 天主能做吗? 天主愿意帮助我们吗? 我们有一个诚慨的心, 去信赖天主。 所以这个罗马的军官, 给我们也很好的教训, 生活当中的话, 最后我们信德的话, 就是这份勇气, 让我能够说, 突破我跟天主之间的这些格膜, 这些不信任, 然后把整个, 对了整个生命的话, 交通给天主。 如果有这份信德的话, 我们可以说, 移山倒海, 可以让天主在我们生活当中, 完成天主计划的所有的事情, 就是我们笑话这一个罗马军官, 在生活当中, 同时就这句话, 主啊, 我当母亲的到我家中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圣神, 降伏你们。 阿们。 祝大家平安。 感谢天主。 对待我的心灵。 对位置。 我емся在那里面中, 特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